我是1985年開始 無線開始播放便會喜歡食煉 其實最初我不認識 因為我不知有些電腦交響片 因為有一天放學聽到一些歌很好聽 然後才留意電腦交響片 究竟電腦交響片怎麼沒有聽 我才開始看故事才吸引到它 其實我不算是看勾將類型的 因為我喜歡給歌吸引 另外就是它本身的故事 比較有教育意義 最初不覺得 後來越看越的情節 就覺得真的很有教育意義 我看了很多次 我看到那些對白 我全都記得了 它說的話我完全是 可以翻譯出來的 有一個情節就是 小徒學補習 然後就冒著風雨去補習 因為我小時候讀書不聰明 我回夜夜學的 又是讀書時下雨 它帶著白痴的情景 其實和我當時一模一樣 因為其實最主要都是一些粉絲 第一就是以前有很多人 就是喜歡了 接著之後 他們不說聲 直至近十年 就開始有些展覽 那些人就開始勾起以前童年的回憶 另外就有些年輕的小朋友 現在通常有些粉絲 通常都已經長大了 變成了媽媽 有很多小朋友 通常他們會看回 以前小時候的卡通 他們的小朋友就會跟媽媽一起看 所以看得多就會喜歡 所以一直承傳下去 別人感覺上是少女卡通 因為那套卡通的目的就是 她為何這麼成功 其實是因為她打動了很多小妹妹的心態 因為那時小妹妹很多時候很想變大人 亦都想唱歌表演一下 很多時候經於這一個方向 所以她很多小妹妹喜歡 其實很久之前都已經知道 因為我也有買了一些畫冊 她也有些油畫出的 那時候應該是90年代 她也有不同的風格 我都知道 不過現在開始更加味化了 你看到小姨妹的眼影都是綠色 她頭髮是紫色 因為老師曾經想過很多不同顏色的設定 有黃色 我看回她以前有些雜誌 都會說回她以前那些畫的設定 或者顏色是怎樣 但我看來看去 都是喜歡紫色 順眼一點 我平常都只是在家裡 因為我不可以擠倉 因為如果擠倉 我隨時解答粉絲的問題 我每次要去倉裏就很麻煩 所以我都把家裡隨時要來解答 之前應該80年代的時候 出了很多以女子向的玩具為主 港版其實出過漫畫 但那版漫畫其實出不完一套 它是出到第24集就沒有了 你看看我多了一年就是這樣 中間少了17 因為當時我由八多年開始儲 儲至2000年的時候 有一次去屯門工作 給我找到一間漫畫的店 找到三十幾二十年 去到20世後就沒有了 即是沒有再出 感覺上好像缺陷了一些 之後到90年的時候 就少一些產品推出 我一直都有找到 到2000年開始 到2010年左右 就開始有其他 近代的產品推出 然後在2010年之後 就不停地推出 到現在了 這裏這麼大 其實我很久很久之前 在我中學時 我不吃飯 每天只有十元 只包了飯錢 特地下午就不吃飯 吃一支雪條 五毛錢 然後儲回九個半 這樣儲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就可以夠錢買這裏錄音帶 你叫他殘大救救 其實已經有個歲月的痕跡 在這裡 由八五年去儲存 其實當時是有趣的 因為當時買回來是這樣的 沒有封面的 就這樣 只剩一餅帶 再加那一瓶 就是這樣 那些餅帶 封面就是要自己買去買的 所以其實 那些餅帶來的地方 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是真的辛苦苦 儲回來的 雪景的第一件收藏品 如果是第一件收藏品 如果是第一件病人歸老 我已經交代了 這個連賣一起 撞在一起 在一起 怎會 是 act 20 那是 收藏品 FIN 非